19日傍晚,2019年万贯资格赛东亚军四场比赛宣布结束 山东磊能主场次,一逆转机败和美 从而中超将有四支球队参加万贯 分别是联赛冠军上海胜港,足协冠军北京国欧 联赛要军广州恒大和联赛第三山东磊能 胜港小主赛的对手也宣布揭晓 卫生现代主场也比一取胜马来西洋球队派拉克 连续两个赛季胜港和川崎勤峰,予生现代相遇 相比去名小主赛唯一的变化,是莫尔本胜利,换成了悉尼FC 胜港球员合影,从左至右,蔡惠康,王胜拆,王志玲 奥斯卡,安尔克森,胡奈克,新赛季 不让初新2019赛季,将是胜港历史上连续第四年参加万贯联赛 2016赛季,以联赛第二身份参赛 最终闯入全帮,输给了全北现代 2017赛季打进了半角赛,被普和红钻淘汰 上赛季则在16竞高阶段,输给了6把6奖 有意思的是,期待胜港的三支球队 最终都当赌了当年亚冠联赛冠军 这也就是胜港第一次以中超冠军的身份参加亚冠 对于球队新赛季的目标,俱乐部董事长张宁表示 2019年,希望球队在各挑战线上 再多打几场比赛,多赢几场比赛 希望俱乐部在各方面,只能做到一年比一年好 上赛集团董事长陈希文则说 新赛季,对上赛集团有挑战,也有机会 冠军的头衔有威力更激发动力 我们要不忘初心,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和赛场位的暖心之举 继续为上海足球出力 为上海这座城市争光 尽管本土并因球星零楼流洋西班牙人 但从管理层对于新赛季的目标来看 上港竟然有很高的追求 本周六,上港的新赛季就将正式拉开序幕 他们将在苏州和国王导享超级杯 不忘初心,树立雄心,就在外观小赛对手描小的同时 19日下午,上汽集团与上港足球俱乐部联合宣布 上汽集团正式成为上港足球俱乐部2019年队战略合作伙伴 双方跨界品牌合作进入了第七个赛季 2019赛季 双方将在此前养好的合作基础上 进一步拓宽合作内容 共同推动上港亲战项目 联合与足球而名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据悉 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提出无足球 不公益的理念 要将足球与公益更好的协和在一起 在过去的几年中,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 曾与盛气一起走进对中山区 关于希望小学的孩子们 一起绿色出行 倡带冰烫生活 足球事业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 是需要一遍一个脚印浮动向前的征程 一个城市的足球 是这座城市精神面脉和文化品质的综合体现 一个国家的足球发展 从让寄托着全国球运的期待和梦想 陈虚人说 我一直跟俱乐部上向说 上海是一座国际化的半都市 这个城市的足球 拥抱有与之匹配的品格和地位 从临散到新训 我们各交俱乐部共同努力 为中国足球的发展进一份力 张敏则谈到了五颗心 球队要不用初心 永保真心 树立雄心 计划队要让诚心服务与球运 让女和做伙伴上去一起 愿爱心回馈社会